在国内15岁以下的儿童中 每100万人就有77.4人患有癌症 一名58岁的爷爷穆克里斯 过去两年来多次为癌症儿童长途见走 没错 那么他的最新壮举呢 就是用了8天的时间 从玻璃市的家秧走到霹雳以宝 整整290公里 虽然膝盖有伤 不过他也不研修 边走边和大众分享病同的经历 提醒社会要支援癌童的家属 我们常问 为了心中的理念与想法 你愿意走多远 对58岁的穆克里斯爷爷来说 那是横跨两年 将近1000公里的四次长途跋涉 两年前他就开始为非政府组织 癌症儿童与父母支援组织 踏上慈善见走的路途 之前三次行程 都是周跨周最长320公里 最短也有156公里 一路上他会和人们分享 癌症儿童故事 以及照料者的沉重心力 提醒社会可以如何支援 癌童的家属 如今他终于完成第四次 也是最后一次任务 那就是涉足290公里 从玻璃市家秧 耗时8天 单独走到霹雳以宝 我们已经足够吃 足够睡觉 足够 我如果可以 能复权 能复权 节奏 生活这些 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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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 父母子 因为他们很困难 他们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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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有三名孙子 可是并不是癌患 所以穆克里斯 并不是这个工艺组织的成员 即使在第二次的建走 造成膝盖受伤 进而导致他每天 步行六七十公里的 进度砍半 但他还是坚持走下去 之所以愿意付出 纯粹是内心 想要为这些家庭 做点东西 虽然建走也为组织募款 可是一路上 穆克里斯分文不取 绝对不接受任何现金捐款 而是请民众亲自登陆 组织网站 了解整个社群的需求 再捐线 有很多人在传统 和有很多人在传统 所以从那里我们要支持 我们要努力 对社群 要不要拒绝 这些家庭和这些家庭 因为他们需要支持 对社群的外面 所以他们能帮助 孩子们 继续持续持续 持续持续持续 从症状 然后可以成为 社群的利益 使用时 这些家庭和家属 尤其是B40 低收入群体的组织 成立六年至今 已经有将近一千名 注册病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